有聽過一遍,但沒有聽過一遍 這個自由女神 大家可以看到嗎? 烏克蘭,即是前蘇聯時代的建築物 即是這個大雕塑 可以這樣說,也算是烏克蘭的標誌 很明顯 是一個相當大的位置 當然,它在以前的年代 它肯定不是現在換狀了的樣子 它本身應該是用前蘇聯的 即是我們所說的鐮刀和斧頭 後來就把標誌拆除了 我們又輕輕說一下這個消息 說完這個作結 其實幾乎這個地區 你看到這座62米高 作為一個烏克蘭女性雕像 這個雕像相當宏偉 他們當地人稱之為Baba Baba 我們也無謂稱之為中文,難道是Baba嗎? 我沒有叫她做Baba 一個很高的象徵式 一個基庫的建築 由1981年開始,蓄立在基庫的右岸 在一座小山頂上 所以有點像我們說巴西那座 耶穌山的雕像 其實遠看是相當宏偉的 它在右岸看著東面的 它本身右手並不像自由女神 在握著火把 烏克蘭人比較兇 它是握著劍的 每一把劍都很長的 只看到那把劍 都大約16米那麼長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看那把劍 相當有氣實 你看到 我們說哥薩克的騎兵 他們這個民族是相當堅韌的 所以就不是握著書、握著火把 而是握著劍 即是握著把長劍 然後隔壁的盾牌 就是8米左右 劍16米 盾8米 很老實 你看到這個雕像 亦是很切合現在烏克蘭的狀態 就是戰爭的狀態 你看到 盾牌上面 以往 就是屬於徐仔和廉刀 即是我們說到 前蘇聯的象徵就是這樣 即是以往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相當之不合時宜 因為 前蘇聯的象徵 亦都等於現時我們說的繼承者 即是俄羅斯 所以 他們的工人亦都開始 去拆除這個 前蘇聯的徽章 在禮拜日的時間 上個禮拜日 他們就開始在這裡拆 但是其實拆的時候 很多人都想去看這個歷史的進程 但是基於安全理由 就要疏散 就不讓大家在附近做集結 就不讓你走過去 所以就去拆除 這個代表著前蘇聯 鐵門統治烏克蘭的一個象徵 所以就改變了 當然整個雕像拆除了也太可惜了 所以很快就在上面 就安裝 代表到烏克蘭的象徵就是三叉戟 即是這個三叉戟 所以就換作 屬於烏克蘭國徽的三叉戟 取代了徐仔、廉刀 亦都是公眾的權力要求 我們叫做去蘇維哀化 去俄羅斯化 這些情況 今次這個活動的搞手 就來自於 他們以前的文化部長 前文化部長 叫做特卡琴科 我不肯定他是何時辭職 應該就不久 因為他應該一直都推動 因為他自己是文化部長 所以就應該一直推動 去蘇聯化 去俄羅斯化這件事 當然在政治上 是政治正確的一個做法 說起他應該是 剛剛7月左右就辭官 他在辭官之前 一直都去推動這個項目 他的說法 有強大的民意支持 有85%的人 通過 網上投票 在網上投票 要支持這個變革 不過 也有一件事 就是 做這件事 其實你要花錢 而那個花錢上 金額似乎都不花 大家通常都知道 你一牽涉到金額的問題 會有貪污 就會有浪費 有更好的資源安排 等等這些話題 就會走出來 所以 現在這個項目 因為都花了不少的錢 其實不是很多錢 即是在花幾百萬 烏克蘭的幣值 所以 就算花了不少錢 當然 其實不是很多 這個項目 應該花了大概 50萬 鬆一點的 歐羅 我估計 5-60萬 歐羅 如果對西方國家來說 不是一筆大錢 甚至乎 差點說 我想 民間 只是幾乎自己籌也能籌到 5-60萬 不是太多 當然是說戰前 大家籌期去做 仲籌去做 這件事應該難度也不高 這件事 Anyway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個project 要錢 而你一花錢 在烏克蘭 是要很小心的 包括 你現在花的錢 你可以花在武器身上 例如United 24 它會做很多的武器 而在烏克蘭 我經常跟Gristina 聊天都知道 他們有缺 個人的裝備 很多人覺得 一定是無人機 其實也不一定 單兵的設備 他們都是一樣缺 但無人機當然 在整個形勢上 是一個必需品 所以無人機 絕對是需要 尤其是偵察的無人機 攻擊的無人機 兩樣都是相當重要 所以如果可以 個人施兵裝備等等 這些應該是花錢 不要浪費錢 做一些門面事 這可能是 其中一個情況 就覺得好像浪費錢 這個情況 因為現在在反工上 很多事情都 要小心去用錢 以及 他們的財政援助 包括歐盟 包括美國其他國家的資助 你都要寫一個報告 給別人 變成了 究竟如何好好地 用納稅人的錢 以及 其他國家的援助 我相信 都要很精明地去決定 某程度上 亦都可以把錢 進行生產線 去啟動一些生產線 去建設一些國內的 軍事裝備 例如我們所說的無人機 導彈 等等 這些都是 好好用 甚至去做到一些救援設施 甚至去修緝 避難鎖 更加多避難鎖 可以讓大家去做一個訪動 這些位置的參與 等等的東西 都是好事 所以大家就覺得 其實很多地方都在在需財 為甚麼要把這些錢放上去 剛才說過 文化和訊息部表示 要70萬歐羅 記錯了 70萬歐羅 當然70萬歐羅 在現代社會來算是不算特別的 甚至乎資金 都不是完全攤大手掌問政府 資金上 也有問到 例如民間企業 也有 不過anyway 現在的戰爭去到這樣 一定會比較極端一點 所以 70萬歐羅來算 大家都是很關心 70萬歐羅可以做甚麼 例如 70萬歐羅可以買 2000多架無人機 240支追擊槍 有很多熱成像的武器 熱成像的鏡頭 都可以用得到 所以他覺得 都比你現在把盾牌換成三叉擊 這些好像沒甚麼 實際作用的東西 所以 這個是其中一個 這個 詞文化部長 最後被 批評 那個聲音 亦都可能是 因為這件事 令到他 最後是落台 因爭尼斯基 應該有扎成這件事 所以 這一位 文化部長 最後 應該是政府解僱了 特卡琴科 成為了我們之前說的 前文化部長 但是特卡琴科 他自己說是自己 解僱政府 不是政府解僱他 所以在總統解僱之前 他也辭職 當然他因為文化部長 他也堅持說 文化是重要的 尤其是 文化、語言、身份、歷史 都是要證明 即是我們要以證 視聽的證明 所以 都需要 Idenity 都是重要的 以及 今次的三叉戟 其實有很大部份的錢 都是 來自於民間 所以 不應該去到 這麼大的情況 另一個小插曲 就說到 三叉戟的 鋼材 大家就說過 凡真 他用到 這麼大型的項目 有一個問題 就是貪污的問題 會不會出現 那個鋼材 又是 大家被質疑 似乎 烏克蘭那邊 會做一些檢測 似乎 那個鋼材 就不可以用到 當地的鋼材 就應該要用 歐洲的鋼材 因為那個鋼材 本地的鋼材 就技術不過關 習波羅熱那邊的鋼材 就抗議 就說 其實它的鋼材 是很好的 所以這裡又有 爭拗的問題 即是本土 以及 外地的 生意 但是你那個質量 過不過關 很重要 大家都清楚 所以 就反正 這些大工程 我們也有個句 都是有 利益牽涉的問題 當中 要有透明度 要有監管 人民 亦都要適當監察 款項的用途 調查機構 對任何 有懷疑的線報 都要展開調查 等等 所以 你只想看 一個這樣的工程 都真的 好像會 搞大頭髮出來 這個我們看到 其實當中 換了三叉擊 都是好事的 不過 如果你說 搞這麼多東西出來 可能都真的要 換一換 不足其 始終 這個星李女神 你的牌 就算你繼續是前蘇聯 都不代表 俄羅斯 就會贏 完全不像 許多確定 也不一定 filler 去俄羅斯化等等 这里 俄羅斯化等等 都能照顧 情況來做 李正俄羅斯化